可能会搬家或买房 自己也想安排长途旅行 参加聚会的时候 可能会自己保持着一种神秘的气息 但不管怎么样 大家还是会被你所吸引到 爱神金星进入了深沉的天蝎座 一进入天蝎座就触动了海王星和凯隆 所展示出来的是另类的美感和价值 并具有一种内在的神秘吸引力 有助于另类艺术的展示 但可能就要小心面对伤痛或自己被边缘化 月亮在天秤 并慢慢向火星靠近 星空中充满了和谐的氛围 但可能会为了维持表面的对等 而刻意的压住不发脾气 所以就以优雅的方式关爱一下你的男神吧